进入周五 中国财政部表示 金砖银行将于今年年底或2016年初开始启动运营 国务院表示将深入推进投资审批改革 加快信息共享 英国零售商协会刚刚公布行业调查数据 数据显示 3月份的零售销售同比增幅创近一年来最大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4月PPI同比下降1.3% 创5年最大降幅 美国4月核心PPI同比增长0.8% 不及预期 受本周各方面经济数据影响 美元现在的走势欠缺向上的动力 欧元对美元的比价现在是下滑到了1.1338 英镑对美元的比价现在是下滑到了1.5718 美元对日元的比价现在是上升到了119.8500 今天会示关注的焦点是英镑对日元的比价 目前已经走到了压力线188.60以下承受抛压 短线期来看可能会首先下降到187.35以后 继续下跌到186.65 但是如果发生反弹 则有望看到比价首先突破188.60的压力线后 首先回升到189.20以上 并继续上涨到189.75 贵重金属的交易呈现牛市增长的态势 黄金的价格现在是下降到了每盎司 1214.80美元 新的支撑线形成在每盎司1212美元 日中相对强弱指数RSI在中区以上位置50% 如果能够维持每盎司1212美元的价格不变 那么未来可能会看到价格首先上涨到每盎司1237美元后 继续冲高到每盎司1245美元 但是如果价格发生滑落 那么可能会首先看到价格回落到每盎司1212美元的支撑线后 继续下滑到每盎司1200美元 白银的价格现在是下滑到了每盎司17.37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土金华 欢迎继续锁定Trading Central财经电视